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 谢谢大家好 咱们为大家介绍中韩天元对抗赛都16届了 历史很悠久的一个比赛 是的 那么这两位都是大高手 他们实际上对抗赛是三番棋了 第一局我还瞄了眼 你看过吗 看了一下 没有细看 第一局很精彩 但是一上来就是陈阳叶的路子 后来有很多节啊 很多转换 下得很精彩 但是呢 给我的感觉呢 就是陈阳叶从一开始就已经抓住了这盘棋的脉络 抓住了对方的穴位 所以他一直是很顺 可以说是完胜的 很精彩的一局 那么今天就是第二局 现在我们在给大家讲的时候 实际上他们这盘棋还在下 并没有下完 是的 所以很好 我们现在就开始先看他们的棋 陈阳叶 崔德汉 陈阳叶 先行 陈阳叶 黑棋 对 在此之前呢 他们两个人的战绩呢 是一边倒的 陈阳叶是战局完全的领先 是吗 总共下了九盘 陈阳叶八胜一负 就算上这个前面的第一局 是吗 所以崔正汉呢 我不知道他见到陈阳叶的时候 会不会心理上有一些阴影 会 有心理障碍 可能会有 按说呢 陈阳叶的国际比赛成绩比陈阳叶就好得多了 他拿过英式杯的世界冠军 而陈阳叶到现在 冠军亚军都拿过 还没有拿过冠军 只拿过两个亚军 一个是LG 还有一个是亚洲杯的快骑赛 对 但是陈阳叶确实在韩国棋手当中 出名很早 而且他的棋呢 这个风格也很特别 就是技力量很大 同时呢 也很忧患从容 要说起来呢 本来陈阳叶应该是一个 比我们现在广大的观众朋友 你听到吹哲瀚这个名字 你看到他的棋 你脑子里反映他的这个棋手形象 比那个形象还要全面一点 成绩还要好一些 按理说 但是最近呢 因为我们棋界形势变化太大 所以你说到吹哲瀚 球单元 我不知道他年龄多大 我都在想 他有85年的 是不是老了 都有这个印象 新婚没多久 哦 对 而且这个小伙子 人也相当全面 对 行 我们看棋 边看棋边聊 这个棋故事也很多 哦 马上就挂 高挂在这 好好好 漂亮的一招 行 黑棋 陈阳叶 下一招拖 这个白棋 这个高挂 看起来像是 王老师 我就觉得 就是像是要打破 这个黑棋的布局的一个构思 嗯 对 是 简单说来就是这个 假如说他走这一点 是不是人家又来这个 然后再来 然后他小飞之类的 现在流行 其实流行 现在流行 但是他也不一定就很好 对 是吧 只不过白棋 第二招棋就来挂呢 他是一个新型 嗯 行 他下一招 直接就挂 当然黑棋也可以 完全不理他 直接占一个对角心也很好 对 是不是啊 对角心的布局 你占个高木我来挂 这也可以 这是一盘棋 那么陈耀叶呢 选择的就是拖 你要求变 我们就不变 硬万变 陈耀叶九段 给我们的印象 就是他相对说来 比较注重实地 对 相对说来 酷爱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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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力量也很强 当然了 就是你酷爱实地的人 你必须要有武器 来保护你的这个偏好 对 要不然你捞完实地 最后大龙被人家吃了 也不行 是 这个是陈耀叶九段的一个特点 我还说是相对说来 你说的是酷啊 陈耀叶到现在呢 天元已经是四连霸了 在上一届的中韩天元对抗呢 他是以2比0战胜了崔哲瀚 哦 吹哲瀚那他也是在国内残眠了 天元的关键 对 是的 然后呢 吹哲瀚还说 说今年我一定要再拿下天元 然后要报仇 哦 哎呦那还很有意思 因为崔哲瀚跟我们中国就太熟了 对 他是维甲的西安这个一个队员 是 维甲西安这支队伍的队员 好像在就是前几年的就是他在国际大赛当中对阵中国的选手 他的胜率并不太高 哦 所以我们还是很喜欢大乐 哈哈哈哈 是这样 嗯嗯 好的 呃 拖成这样之后照定式吗 当然就是跳一个 跳一个可以啊 飞一个也可以 是不是 对 如果是这样的话 白旗似乎就是速度稍微快一点 随便站一个 对 他肯定会站脚 但是具体他是要站星还是小木 或者是在这一代 嗯 不太清楚 对 在这一瞬间 当白旗把这个旗子拍在这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个疑问 假如说我摆一个吧 带来一个思考啊 为什么白旗后走一招 我们发现他站了两只脚 同时另外一只脚还分了一半 嗯 好像白旗速度很快 嗯 这一瞬间有这个印象 就是呃 但实际上呢 当然怎么着都可以下了 是不是啊 呃 黑旗走这些走这些均可 都可以下 实际上呢 这个又提醒我们一个 呃 我们广大的旗友看旗的时候啊 也请大家有的时候注意 就是盘上 他有些问题呢 是在我思考 轮着我下的这一瞬间 它是一个问题 但是我这刀切落在盘上的时候 该人家下 可能这个问题就完全变了 嗯 所以围棋之变呢 它是在于朝朝期都会变 全局形势会变 对 主要矛盾会变 嗯 以原来的理想 可能要修正 都有这些问题 好 这个就不多说 我们看黑旗下一招 实际上没有这样下 黑旗下的位置很有意思 他下到这儿 嗯 像是要挂脚 但是人家还没有行为 对 这个叫超木外 超木外 都没有见过这样下 很有意思 他就是站脚 然后考虑到这个场的关系 他选择的位置在这儿 这是一个特殊的气象 是 白旗当然下一招 下什么也都可以 这个是可以的 这看起来像是 他下的小木 然后他大飞挂 大飞挂 对 但是实际上的次序是 他到了个个儿 黑旗先下的这儿 白旗再下这儿 是 白旗除了站这个 当然他要较劲 下这个也不是不可以 套下去 对 和这个那么黑旗就一定要团 就这个旗 如果他搬被白旗挤住的话呢 好像他这个纸的位置 就比这个纸的位置 效率可能会高一点 对 因此正因为他 这个下法效率可能高一点 他就有一个缺点 这个缺点就是 黑旗有一个轿吃 是吧 这个是作为这个古老定式 他的一个后续手段 接上 是长出来吗 这个也搬 对 搬完之后呢 白旗又有两种变化 一般来说是这个 这会儿估计黑旗就不走了 是 就是手脚 对 这样下也可以 这是第一个下法 第二下法呢 如果周边不利于作战 的话呢 直接把他吃掉也对 然后黑旗可以断 黑旗吃 对 他也可以停掉 很长 长 或者是吃 哦 吃这个 这样吃白旗就不走了 暂时不走了 白旗就看成我先手搭下来 然后定型 不要让你那么从容的猜出去 这堆砌了几个子力 但是这个子力呢 这个形状不是十分十分的美观 一个梅花五 如果将来你还才不要把这个接上了 这个我们就觉得你很幽默了 这个旗行就有点意思 24689 哎呀 这里头有几个梅花五啊 就这个意思 那么有这些变化 现在呢 白旗吹着他有没有在这儿较劲 他就回到了左下角 白旗走这儿 嗯 就是白旗虎的这个旗行 跟街的这个旗行 一般来说街的话 对这个旗的压力更大一点 可能黑旗要硬的可能性更大 对对 那现在虎呢 刚才王老师也摆了这个靠下去的变化 所以黑旗不是很担心 嗯 不是十分担心 他现在选择了这边 好 那么黑旗从而又就回到这一头 当然 由于他那个子挂的宽松 你说像这个行不行呢 也没有老师说不行吧 对 这样也可以啊 实在呢 他就他要回到这儿来 从心情上来说 我这儿给你虚晃一枪 我再回到右下角 好像自我暗示觉得 哎 我挺有成就感的 两边都走到了 他刺 接上 但是这个都没有好坏啊 都没有好坏 我刚才说的是 自己觉得很有成就感 但实际上是不是不一定 下期有的时候就是心理活动 好 这个加过来 一切都很正常 几乎相当于黑旗战役小木 黑旗一挂 白旗也挂 那黑旗脱退 白旗加过来 不过呢 总的感觉 我觉得下成这样 它是这么一个程度 白方 绝无不满 是这个程度 就是白方 绝无不满 这个程度 就是说如果说黑旗先下这个的话 那这两个肯定是不会这样下的 假如说下一个定式放在这 那么黑旗肯定会站这里的脚 肯定不会下到这儿去 对对对 然后再跟人家这个交换 对 但是作为黑旗来说呢 我们帮他想的话 可能是他觉得白旗这个小木 那他接下来可以拖 比心味要好一点 比心味要好一点 也很难说得清楚 很难说得清楚 对 很难说得清楚 就是这个程度吧 对 大致上是这样吧 反正 那么下一条期黑旗就拖33 白旗搬住 正常 现代旗呢 就是无论怎么变 大致合理的范围之内 那么经常会出现新的格局 这个格局又是很少见 出现新的格局之后 他变化就很多了 要是过去呢 这样的格局不大会出现 过去不大会出现 现在因为棋手更自由 这是我们每一次给大家 介绍棋局的时候 都要提到的一点 就现在的贡献 就是大家很自由 为所欲为 介绍 对 然后黑旗想起 这一早期我一看 我印象有点深刻 刚才邱丹云说啊 他脱口而出 说这个陈耀岳是酷爱实际 那么这一早期呢 就没有那么酷了 按说呢 要酷爱实必须走22 这儿是吧 对 必须走这儿 因为这招太大 这招太大 所以定时一般都是这样下的 陈耀岳下这个 那简直中庸的厉害 就非常非常客气 小尖这个 对 把这个22让给人家了 让给人家了 当然了 如果世界上什么地方 有个结的话 这个也给大家摆一摆 这个实战当中 刹成这样的可能性小 然后一搂打就是结 刹成这样的可能性小 但是有这个手段 在结才有利的情况下 它最酷是这样 这个最酷 对 这个更好 这比那样好 确实 这样打结更好 这样打结 这一个结就把人家打死了 那么这个变化呢 我们广大的骑友留有印象 但是我还是要告诉大家 有这个变化 实战当中 有此必要的可能性很低 首先你需要很多结材 对 顺便的结材 其次呢 白骑这个下法 为什么说有 但是操作起来可能性低呢 因为你本身这个已经很大 很大了 没有必要再连个卷过来吃 好 这个算是一个这个定时的一个话题 小尖在这 对 接着嘛 当然吹着汗就有两种下法 一个下法呢 就直接下 由于你尖了这个 所以他就很想爬掉 那么爬掉之前呢 可以考虑先到这来压 那么你必须搬 搬了成 大概是这样 然后是不是要接着压 这个令人很困惑 大体上呢 你爬一下也还是可以 爬一下 然后这一代究竟怎么补是一个问题 如果推土机压的太多呢 这种觉得投资太多啊 伤害了这边的这个生态环境 不是很清楚 这是第一个下法 第二个下法呢 也有你的单爬 单爬 单爬 因为这个太大 这招棋的目数呢 我简单给大家算一下 单纯算它的目数 所以可以知道刚才这个 为什么这招棋不叫酷 就是当黑棋拐过来的时候 这个地方双方无目 黑棋这有12345678910目 白棋这没目了 白棋这一爬呢 刚才这完全没目的地方 基本上就有123456目 至少有6目 然后它的10目变成123456 6加4先手10目 这22一爬先手10目 约等于后手20目 这么大的东西 你看刚才陈阳也没要 他注意外边嘛 所以呢 这个下法也有 就是爬掉走 然后呢 你这需要补一招 你这个朴实的补可以 你要求个调子呢 你这样补也行 那么黑棋只好滚 对 甚至有可能还只好再压 再压 再压 再压也行 再压因为这个地方就全好了 这个只放在这 是朽了呢 还是怎么样 不太清楚 不过以后 当球带人在这挡的时候 他说你还没活 对 这个就很难讲了 所以黑棋呢 不会飞 不会爬 他可能是这些 对 这就变成另外一盘棋 另外一盘棋 都可以 总之 我们发现 续盘阶段这个格局 黑棋不是十分十分的满意 然后呢 陈耀叶又下了这一招 他不是很注重实地 所以我们发现 这次咱们这个天原对抗的第二局啊 可以说明陈耀叶 他的信心 和自我感觉都淤出来了 没错 就是自我感觉太好了 怎么下都行 就是这样的影响 主要是胜率太高了 实在是 而且呢 就此前 这不是第16届吗 前15届的中韩天原对抗呢 是下成了7比8 就是我们中方是落后 我们落后 一个 一次 落后一次 那么陈耀叶他赛前就说 就很希望能把这个比分翻平 既有责任 同时又极其放松 非常放松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个都是很有趣的 崔泽瀚呢 大举为重 因为之后的变化也很有趣啊 待会我们可以议论一下 我觉得崔泽瀚九段 第一个是他很全面 同时下的 跟陈耀叶下又很纠结 但是很纠结的同时呢 他也很放松 他也很放松 换句话说 输了那么多棋啊 他没有输怕 还是没怕 还是很自 这也说明 他的心理素质非常好 对 按来说 作为棋手 你见到一个对手 你老输老输 你见到他 你这心里又会有阴影 你说 我是不是这盘又要输 是不是会有这种心理暗示 所以这棋下出来 可能会有点走样 但是今天好像没有 对 我们接着往下看 下边一招棋 陈耀叶 他就拐到脚上了 拐到脚上了 那么白棋 崔泽瀚 这招棋 其实有几个选择了 第一个 当然是这个可以考虑 这个可以考虑 是不是 但是呢 他干脆这边 全看清占大场 对 这个也是很好的 我觉得这样的思路 对我们广大棋友 有一个更好的启发作用 什么启发作用呢 就是我们面对 很多棋行的时候 你的第一选项 应该是拖先 能不能拖先 对 你就不会交织 你就不会粘在一个局部里 埋头在这 民思苦想 就是拖先 这个理念 我曾经给大家建议过 跟刚才这个表达方式差不多 面对任何局面 你的第一选项 都是拖先 哪怕他叫吃我 他要拔花 我的第一改 对 仍然是拖先 久而久之间 养成习惯了之后 你就会不经意的发现 您的棋呀 特别灵动 到处都可以不走 这个成功率有多少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从这个思维方法上 对我们大家有启发 这个就最好了 是 拖先 因为拖先呢 至少是给了你思维的一种拓展 让你有多了一种选项 那不管怎么说 对你的棋来说 总是有帮助的 好我们接着看啊 下边当然他不走 这个黑棋很挂不住啊 呃黑棋 成习也就要走 飞出来 这个你不补 我要惩罚你一下 对对对 这个地方下发也比较多 对 我觉得是不是像这个也是可以的 但这个以下变化也很多 就说不清 我觉得最简单的呢 会不会是这样 白棋搬你必须鼓呼起来 叫轻你接上 接上 对白棋接上 然后呢白棋就不要了 不要了 关键你黑棋怎么吃 这个有点烦 球带人他放在这儿 试人家不走呢 将来这一代飘过棋子来 你还走不走 你要走那么还紧先手 这还有渣 我估计这个是变化之一 是可以考虑的 黑棋大概可以吃掉 呃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呢 变化就不知道 你撞的时候它长 这个也非常牢头 很讨厌 你要吃只有贴 然后它得搬 呃然后你这好像还只有搬 哎呀他下一步搬 这个你不知道吓死 那马上要打到街上 对 这个也很麻烦 也不好收拾 呃这一代如果要一头栽进去呢 研究这个我估计下棋当中 要耗费很多时间 对啊 不见得很值钱 嗯 所以实在呢 陈耀玥这个飞也是很简单 呃此外还有一种就是尖 我觉得如果这个没有刺的话 这个尖是很好的 对 就两边都有味道 这个刺完了呢 稍微呃有点不一样 但这个尖仍然很有味道 呃这个刺了之后呢 这里的打入味道差多了 首先你这个就是后手了 度不过了 这是最明显的区别 是 然后这个打入呢 人家可以盖住你了 有可能 对 这区别就挺大的 挺大的 所以这也是白旗之所以可以脱鲜的一个原因和理由吧 嗯 对对 也是这样 嗯 嗯 如果这两个子不能轻易被人家吃掉的话 说的就是这个形状 下一步你要卖腿的时候有点累 这个这个有点受限制 不太熟 所以呢 很想是要先扳这个头 先糊它一下 对白旗币扳 然后你再扳 它反正你只要盯着它一时半会儿断不了就行 嗯 我们一看它显然断不了 对 是不是啊 断不了 那么你这个先舒服一下 接上 嗯 下一步就算你再舒服它也可以再长 当然吃这个也行 嗯 是不是啊 它再长 你下一步要苦吧 嗯 就它这一间啊 好像白旗吃不掉黑旗 那如果说白旗拿不住黑旗的话 对 白旗就有点麻烦了 对 这黑旗就比较抬杠了 是 哎 这个就是 甚至你再压它还可以再长 就这个确实我就不知道了 我感觉它大概吃不着 嗯 嗯 但是仅仅是感觉而已 而这个地方呢已经大损了 白旗已经大损了 是 这损失很惨重 以后这底下一飞就全是木了 全是木了 对 这个下法是最抬杠的 嗯 最要劲的 先虎它 对 然后这边再拽出来 对 这挺狠的 这个就不细细研究了啊 也许陈彦也觉得不行 但是呢 这一虎 对白旗这一场啊 小球我们这样来看待这个地方的问题 嗯 就是白旗这一场 首先白旗不会很苦 因为你已经是软头了嘛 如果白旗不会是很苦 它和你黑旗这个就是对攻 嗯 假如它这个对攻还占点优势 的话有点不得了 为什么呢 就相当于黑旗从这拽进去之后啊 你只破坏了它不到石木齐 嗯 但是被它占据优势来进攻的话 那么你还不如占一个大厂呢 是 就有这样的印象 就这个怀疑 对 而且那边黑旗已经脱仙了 已经脱仙了 假如说在这里 它没有占到绝对性的便宜 然后假如说你这个先手还不见得争得到的话 那那边再被白旗加一个局面就不太要了 对那你就没必要 平衡又要被打破 是吧 嗯 所以这个地方 嗯 这就是一个问题吧 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现在有点乱了 齐区 嗯 至少不受成药液的控制 嗯 那必须出头 那一段被它盖住不得了 下一刀 吹车翰这个 深冬极西 靠 我觉得这个是局部是好手 嗯 这是好手 假如说黑旗这样长出去的话 一般来说是会这样长的 长的呢 它就飞嘛 飞或者是这个嘛 而且这个旗居然是意外的 这个还是先手 它可以挖下去 对对对 然后你以后可以用到这个 这个 那你现在这个都是先手 对 那它就大踏步就过去了 这样 黑旗也不会死 但是我们发现呢 整个说来黑旗这个尖冲啊 它的就算成功的话 它的效率不是很高 是 嗯 还不如暂时不走 走大厂 对 那你破坏了人家几目旗嘛 你没有什么旗到什么作用 所以黑旗这一刀旗一定要搬 它搬起来 对 白旗长 白旗长 这个呢 白旗倒是有个手巾可以挖 嗯 这个挖 假如这两个只是铁的旗巾的话 那么黑旗只能吃 白旗在街上 黑旗必须要补 那么这个头被它一打 这个就不一样 断出来 这就不一样 不是 它就可以 第一个哗啦啦推土机都可以了 嗯 因为你目数已经瘪了 有了这个相手 那这块黑旗就更更孤单了 嗯 但是呢 陈彦岳大概在这给它做了一个套 就是你真的挖这个手机的时候 它就不要了 翻机 吃 那我们吃它的 你再提它 把这个黑旗切了 这样我觉得 呃 倒是白旗好像被黑旗转了 对 因为左下角这三个子啊 将来很难办 你白旗要想走的时候 你走什么 你走这个 如果人家劫策有力 还可以再不理你 对 当你下一步接这个时候 它再把这个耗了 那么你说你走这个 走这个 但是它这一吃它就活了 没吃掉 没吃掉 那如果它没吃掉 那么您拔了两个子 只有一只眼 嗯 这其实那就麻烦了 是 所以陈彦岳可能这地方 给它装了一个套 你要擀挖的话 我肯定把钱 它肯定耗了 抓掉 耗福曼 给你全耗了 所以翠洲汗呢 长碳医生只有退 单长 对 这个黑 这个白旗没有达到 它预期的效果 对 但是呢 也没换 白旗也没换 本来它如果说 人家单长的时候 它这下是先手 那它这个形状就很舒服 饱满了 先搁着好了 有张力 先不走 结果陈彦岳很狡猾的 先拐了它一下 等于这两下交换了之后 你这下先手 那没意 那这个就很丢人了 这个先手就很丢人了 这就不行了 以后大概也就是挖毡那样 也就是挖毡这个样 行 但是仍然是感到黑旗 稍稍 稍稍没必要一点 这个旗 总体来说 这块旗还是处于一种 被攻的状态 对 人家把头震过来了 黑旗必须要想办法腾螺 因为普普通通的下方 一个是这个 这个是吧 它哪怕就走这个 那还得逃亡 你这个逃啊 逃还没有好形 如果你要压呢 它就退 你哪怕再飞 它哪怕再硬 没关系 是硬这个还是硬什么 硬这个 或者是硬这个 就硬一个吧 那么你这个形状 仍然不是很完整 是 是吧 黑旗不是十分十分的满意 因此陈耀岳在这呢 要追求一个旗形的张力 他就选择了这个 对 压过的 黑旗这个扳 反正这两招 一下呢 我发现这个旗 又进入我们陈耀岳步调了 终于算 有点借用 这叫深冬及西啊 在这流出一些线索之后 然后打入下边 这个旗它左右腾螺 就有可能成功啊 对 而作为白旗来说呢 在黑旗走这个的一瞬间啊 其实这个是一个 非常想下的旗形 拐它一下 就这会拐正好 那黑旗肯定要虎吧 你必须要虎啊 那么斑也是一个下法 就直接搭也是一个下法 然后我再盖 就这样的下 这样就把它拧起来 它就没有办法 左灯右踏 没有办法腾螺 而且这个拐是白便宜的 如果它这个 在这一线啊 在这一线什么的 还不一定好 恰恰是在这 这一拐很舒服 其实搬也是一种 搬也是一个很好的行李 因为你在这 它就搬就没意思了 恰恰你在这 它搬给你俏皮一下 下一步要点你 你就贴过来 那么黑旗你就只有贴过来 贴过来还看白旗的心情 白旗如果很狂的话 还可以先打 但是不知道了 这有点挑衅啊 对 那如果你只能退 比它一鼓呢 还差一点 对 所以呢 一拐一走 我觉得还是这个最简单 扎 先扎 它没得变 然后扎完了之后 你不要纠结 你不要拼命去算 这些冲啊 这些你再从大的方向压过来 这样它有点难受 大不了它就是一跳 那你再一跳 是吧 那你一扳它就扳嘛 对 这样就行了 我们实在一看 陈亚叶这可以说是玩了一个拖刀技 卖了一个破绽 扳出来 催掉汉一段 这个段也是 这是黑旗欢迎的 其实白旗现在仍然有这拐 对 你还是只有 仍然是先扎 先扎 对 先扎 黑旗还是只好接 对 因为如果你现在要冲 它就退 你再接 它现在就可以从这冲出来 因为你要冲笋 然后可以冲这个 甚至你尝这个的时候 它可以再冲 所以这一段很抬杆 一走这个它有点拖 但中间你已经哗啦啦了 对 那三个纸已经被断在外面了 如果没有这两个呢 它这个下巴就就差好多意思 所以正常的情况是点接 然后白旗再一段 这样的话应该是 应该是黑旗还要 还要下功夫 还要费劲 我们看实战 实战这个拖刀技太棒了 拖 它一拖 那么吹着汉咔嚓一段 一看应该是白旗有力啊 突然陈亚叶转到这儿 这也讲得太棒了 这起好手 他直接就给它打入了 这上面什么也没干 对啊 保留了嘛 因为它有这个吃 有这个吃嘛 这个厉害 对 这个手法呢 我们广大的旗友 也这个也很容易学 我以前给大家举过这个例子 就相当于比方说 就这个意思吧 是不是 就这个意思 你当然有很多下法 但其中一个下法呢 那是这个 一肩冲一走 你再扳 你就卖一个破绊 让它来断 它断完之后 你再高高兴兴往脚上一拖 一拖 这个就拖法多了 还有一撞 还有一拖 这个都可以 各种的腾挪手法 就这种味道 和陈压压九段 在这儿的这种味道 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 我们将来在实战当中 其实很容易学 棋子隔得比较近的时候 用这种左蹬右踏 左边留一点火肿 然后右边去点火 用这样的下法去下 好 这一下它受制了 这下棋在纠缠当中 有点怕这一点 因为它一个棋子 有一个棋子的能量 但是我友邻部队 挤得太紧的时候 对方一刀杀进来 有可能一刀杀到我两边 因为这个黑棋上面 有很多借用 而且这几个子 实在到时候着急的时候 可以弃 然后转到这边 对对对 所以这白棋 现在就面临一个困境 这个地方 你这两个子 肯定不能被人家罩死 对对对 如果要跑的话 被人一贴 不知道接下来怎么 这棋呢 本来按照棋行呢 最酷的是断完之后 它只要不走 最酷的你接着走 对 现在它前 但是很遗憾 它一接好像是 这两个子已经差不多了 但是这也是一招啊 我看看瞧 这个棋好像也是一招 不太好收拾 不太好收拾啊 也还有很多变化 这个突然就有很多变化 有很多变化 对谁有利呢 对刚才看上去 稍微被动一点的 黑方有利 是不是啊 因为你穷则思变嘛 是吧 唯恐天下不乱 这个好像还真是不行 你看你一走 挡住 你一看它一段 它有紧细你就死了 是啊 很简单呢 很简单 因此呢 这个棋 白棋就没折 是不是啊 这些好像没折 真不知道该怎么下 接下来 如果长 它也是尖 这依然把它装死 不行 所以这个就不行 好 我们看他们的 吹着汉一看 所以大棋谱 我们不要奇怪 它下一招棋 怎么下到这儿来 拖一盒 对 它就会避开 这个地方的纠缠 它显然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 这样黑棋当然就有棋下了嘛 搬下来 黑棋搬下来 一定要纠缠住它 对 不能让它轻易的脱身 纠缠 然后才能借力 才能把脸边的这个因素 所有因素综合起来 一加 我们看看 陈月月九段是大吃 随便你做什么 我就把它拔了 所以白棋必须长 然后再顶头 好 这一项就有点麻烦了 那么吹着汉选择的是这个 斩草除根 一吃 这个上面的黑棋 只要有这两个子 那么一顶过来 就把白棋这两个子吃了吧 对 已经吃掉了 对 所以它这就要斩草除根 先把它底下吃了 一吃 当然外边至少是有一个 很一般的 很愉快的滚打包收 最少 是吧 最差 你得到它最差最差 它就接这个吧 对 已经冲不断了 冲断的时候 我一尝 你这三个齐筋死了 然后最差最差 你再一步 它再一步 好像黑棋也是比较生动的 对啊 跑出去了 何况陈月月还有更黑的 它下一招棋是吃 吃 再翻吃 先把你打成包子 一提 然后再长 它要物尽其用 这个子还要长 你叫吃它在街上 真狠 要求你补 然后它再吃这个 太狠了 是吧 然后把这个沾上 这以后还能提它一下 还能提它一下 又有眼 又破它目 是啊 是啊 下层这样 我们知道 白棋太惨了 白棋太惨了 对 但是呢 我觉得就是说黑棋极其成功 但是你说的太惨了 是不是到这个程度 也不至于 这样算好像也不至于 打吃它长 哇 这个就是 哎呀 你一提嘛 它一提 因为这个地方呢 它多多少少的 关子还 脸面还没有丢进 这样一个黑棋 还算成功了 对 我觉得黑棋这个直辜 太成功了 太成功了 把头出去了 然后这边已经快连上了 还把人家打成一团 打成一团 这整块棋 这个有点难受 是啊 行 结果它没有下成这样 这个下得更凶悍 那么 吹折汗一看啊 这个地方必须把它切断了 嗯 切断 然后下边长 白棋挡住 轻起在一半 这个没有办法 是个打击 这个是好手 这个是什么样子 这个就涉及到 简单的对杀了 希望我们广大的棋友 如果水平没有那么高的话 就是一般的对杀的手段 一定要知道 这个地方 如果你实力不够的话 那你简直就天壤之别了 对 你看你收不住气 你只能收这个 那人家把这个也吃掉 对 全死了 就需要注意一下 就是这个棋型不能单爬的 因为你底下两个被人家一打吃 你就死了 对 本来就像这种棋型就弯四的情况 一般就死 但是你这个棋型 你不要以为好像多爬一个就行 但是打吃是不对的 所以只能拖在这 拖 妙手 有这个妙手 所以这个变化 黑棋意外的非常善战 是 我们接着看 打吃 打吃 形成打截 对 而且这个打截呢 黑棋还是先手截 提掉 黑棋 打掉了 把这下打掉 对 这个要打掉 因为如果是他叫吃 你提掉 你必须吃这个的时候 他怕白棋现在不给你走这个 他先吃这个 你有点晕 如果这个没有打成一团饼啊 那就差远了 将来这个被人家拔起来就铁厚了 你再也打不着这些 再也打不着了 永远打不着 你一尝他就拍吃这个 所以呢 陈亚也这个很细 他是先叫吃 接上 然后再来吃这个 再来吃这个 你打 他打吃提掉 然后打吃这个 那么像成这样呢 呃 邱战云我们初一看呢 呃 这个 这围棋是耐人寻味啊 一看这个呢 第一个印象是觉得下完了 下完了 为什么说下完了呢 黑棋在这个作战当中 把白棋下边这个 堡垒一般的空全部破光啊 同时黑棋的这个大龙 基本上胜利大逃亡 这个节一定是黑棋获胜 因为黑棋一输 那就黑棋下完了 全死光啊 对 一定是黑棋获胜 因为你就要吃的时候 它是先手节 对 它是先手节 那么既然是这样 我们发现外边 白棋还挺破烂的 还没怎么好呢 嗯 因此容易产生 哎呦 这期黑棋大优 是 但其实呢 不一定 就是黑棋肯定是成功了 白棋吹着汗子下的有问题 嗯 可是呢 离大优获胜还远 呃 它是这个程度 这个围棋真的是很奇妙 对 看起来好像你已经把人家击溃了 但实际上不见得 不见得 嗯 应该是黑棋 我觉得是黑棋不错 对 优势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大 啊 就是这个程度 叫吃 白棋先打吃上面 叫吃 在这 嗯 黑棋下一招是提节吧 才提节了 75 提节 对 因为黑棋必 毕竟还是需要补嘛 没有干净 74 75 白棋 76 4 这 早节 这 哦 刺了一个 因为吹个汗呢 它现在 当然你补一个也可以 是不是 你补一个 黑棋也就补一个 它补一个的痛苦是 它还没吃掉 它还得继续再补一个 哦 还没吃掉 哦 哎呦 这个 它就跑出来 将来还有这个味道 当然 现在白棋有了 这个字 它就跑不出来 它就跑不出来 打完了 接从这一切 对 对 因此呢 黑棋 白棋就刺 是吧 刺 它先刺这一项 对 那么程耀叶叫吃 白棋长 程耀叶九段 这个接 这个接呢 我就在想 嗯 这招棋啊 这招棋我在想什么呢 你猜 我在想呢 可能对局当中啊 程耀叶九段 在设计这个藤模的时候 因为一招错了 嗯 就像这个杂技表演一样 你一个动作错了 整个就全部失败 是 一招错了就全部要死啊 所以费了很多时间 很多精力 嗯 然后呢 在刚才我们说到的 第一杆印象那种影响下呢 可能程耀叶九段 也以为是大油 嗯 它可能以为是大油 对 所以刺的时候 很快就接了 其实我 我强烈建议他这个棋就消极啊 我就消极啊 你这个怎么办呢 你冲 冲完下一张 你走哪啊 你走哪 你断哪边 我吃哪边 对 肯定是这样的 然后呢 我中间啊 这几个纸还没有死尽啊 没有死尽 那么一拽出来 将来你这块棋啊 这个棋它幽默感很多的 将来一走这些 你这个眼味是怎么回事 这就是白棋被打成一柄的 痛苦的 痛苦 所以千言万语呢 我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不是自我感觉太好的话 这个刺啊 它是刺不到 刺不到 可以不用接 对 你看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 第一个你冲 你打 你要断外头呢 它就先把这个吃掉 对吧 你吃它就洗掉 像这些 怎么补啊 这个好像还不见得行啊 这个 好像有一点味道 是吧 它至少有个罚站嘛 是 还有你走这个 它下一个再贴嘛 也行啊 你还得补 那么你补完了之后 它这边也很大 你走过来 对 这两个子没死 将来再补一招还是后事 所以你外边断 你下不了手 那么你断里边 断里边它就吃里面 里边这就活透了 是吧 你这个半个硬腿是没什么用的 这个蒸是不是蒸掉 蒸不掉 没蒸掉 被跑出来了 这个子有用 对 现在黑旗立马就给你跑出来 很厉害 因此呢 这边我觉得白旗刺 刺不到 但是吹蒸汗九段 这个刺是有必要的 它不刺 这个吃都吃不着 是不是 而承蒸汗九段这个接啊 这接我看了就稍微觉得有点 呃不是那么那么的 可能太过强硬了 我觉得它 怎么着 看怎么说啊 行 它就硬了 硬了蒸汗再提过来 提接 那么黑旗现在就要找结 主要这个不好找 嗯 黑旗没有结材 没有结 它糊了 但是这个结呢 它不是一个线 立刻就要打的 它缓这一气 问题你也得走啊 那么这两个就好像很亏 顺了 这个非常不情愿 这两个非常不情愿 要说起来 本来这也有一些味道 但是这个味道几乎不成立 就算你将来尝这个 它就算这个打不到都没关系 哦 你看你一冲一轴一段 它哗啦啦冲下去 这个不要了 你还得补 嗯 那补便宜 这三个纸就差不多就快死了 对 所以它不存在一个 这个地方本来也有个难受 嗯 可能呢 这个也不知道 九段高手是不是 是不是在琢磨品这些味道 说我这个斑也没有那么损 其实还是损了 你看它一查 你一接 如果它有这个冲断的话 好像你就要补 那么你补呢 你先打 它一接 就损了这个挖接的关子了 是 就损了 是不是 而你如果先挖接呢 又损了 又损了结材 损了味道 损了结材 损了味道 换句话说 这种本来很微妙 但实际上呢 这个变化 白旗什么都不用走 它就接在外面 黑旗一冲 它就打 一断掉 一冲 你怎么办呢 我就算 立一个被打下去先手 它打先手 你再立一个打还是先手 对 你搬接了 它再硬你还是后手 就算你走得好一点吧 能走到个先手吧 那也不便宜 哇 这个实在是 这木术好损的 好损 接上 再被打一下 提掉 白旗一虎 这三个子 吃掉这几个子 绝对不会便宜 我觉得 如果不是亏的话 因此呢 它这个不存在 不存在 那这个扳就损了 行 我们看 不存在 那你就损了 那么由于损呢 同时面对现实呢 白旗也没有特别要命的结了 是不是 对 所以白旗干脆就自补了 断打 在这 对 白旗自补 黑旗把它提掉 抓掉 就像我们刚才给大家说的 待会我们来判断一下形式 这个地方它仍然有跑 所以还要补一个 黑旗是先手 顺利大逃亡 先手把白旗的控卷光 这个 还吃了这么一大堆子啊 是不是黑旗大优呢 我们来判断一下 就我觉得这个旗下到这儿呢 容易产生好像黑旗大优的影响啊 确实 但是我们来判断一下 发现不一定 就是黑旗肯定好 但是不一定 就这个地方呢 将来收官的时候 它拐一个扳接式先手 而且呢 假如它什么时候飘下来 那么这儿有个尖 有个尖 那么你如果 你走这些就亏了两户 对 所以你要把木树撑满是这样 你得挤 挤了挡住 挡住 然后假装有个点 但是这点 这里头味道不好 就是一旦它这个下来 因此这个地方呢 给黑旗算成一拐一档 一扳一扳 这个木树呢 是黑旗稍便宜一点 黑旗没有那么多 好 依此来算 这个地方黑旗是十木 十一 十二 十三木 这个地方给黑旗算十三木是多了 但是姑且这么算 这是 二 四 六 八 十 十二 十四 这十四木要扣出白旗提掉的一木和两木 对 这也是十二木 十四 十五 大概十五 十五木左右吧 这就二十八木 是吧 二十八木 二九 三十三一 三二 三三 三四 三五 三六 三七 三八 三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木齐 下边黑旗有四十二木齐 白旗呢 白旗我们再算一下 这个地方是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这个它贴在骨头边 二十木 其实绝对有了 绝对有了 随便你怎么变 它都应该有了 刚才是四十二 换句话说 下边的黑旗比白旗多二十二木 多二十二木 是吧 多二十木 但是上边这两个子总有十木了 尤其它有外式的呼应 算十木是一点都不过分 所以你还比它多十木 这两个子呢 一人一个子 黑旗的位置可能好一点 但是加上中辅白旗的辐射力 以及这一代白旗旗子之间的力量关系呢 你说一人一个子 基本上等值 其实呢 黑旗不亏 差不多 所以现在我们发现 满打满算 全盘黑旗是盘面十木的优势 我不知道我们这是贴多少木 这个比赛是在韩国的几周进行 那贴六木半 应该是贴六木半 贴六木半 等于你盘面七木就赢了 所以现在黑旗呢 满打满算是多三木 多一点 可是加上中辅这个后市的变速啊 再加上我们刚才有的那种印象 黑旗绝对没有那么大的优势 是吧 是 所以现在全局 我觉得呢 应该是黑旗稍好 如果要这个 所谓的滑重取宠 那我就说 现在黑旗啊 扣出贴纸 黑旗好像好一目半种 各位信不信 但是也有可能是白旗不错 也有可能是白旗不错 但是我觉得是黑旗稍好 可是呢 没有一般印象觉得的那么好 对 这右边还有很多很细的 一旦白旗有机会飞下来 这个飞流直下 三千尺啊 一旦飞下来 脚上黑旗木属要打折扣 因为它二路在一间的时候 你有点麻烦 讨厌 这是白旗飞下来 但是呢黑旗呢 如果在它有非常好的机会的时候 这个肩 它的这个木数也会比我们刚才判断的 要增加许多 几乎一肩你只有长 对 如果没有特殊理由 它几乎再一爬你还得长 你不长这一班 这个地方有些味道 那它特别着急的时候 空还可以围到这 如果这有配合的话 所以黑旗的空呢 它也有增加的可能 行 现在我们发现 全局呢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那么成员也九段飞 小飞 所以这儿也是非常朴实的飞 黑旗在尖 这个旗呢 黑旗稍好一点点 有线 我没有看错吧 对 在这 对 这条旗就是站 站的中间有外事 拆三 在等着你打进来 是吗 对啊 是这意思吗 其实 当然 根据这个原理下这 可以拆个更远的 也可以拆得更远 你要打它就跳 对 中间只要有混战 你一招 我一招 在这个交换的过程当中 白旗一定会有利益 所以看起来 它这个拆还是 下得挺好的 我觉得 如果说 这种情况 拆二的话 是不是会遭到黑旗 马上尖冲 尖冲不会 中间有外事 它尖冲反而 水头不是很大 它是一锄头给你挖进去 争取在底下做活 这个和这个的配合 应该是这样 崔哲瀚走 它拆得远了一点 好 我们接着看 陈耀冶呢 仍然要进去 他二路轻分 这是二五轻分 对 白旗印得很稳 黑旗也印得很稳 然后白旗根本不着急 你要说 哎呦 觉得好像我hold急hold急的 就要吃掉你这个子啊 反正 跟崔哲瀚的当头一震 慢慢的走 这个味道是完全不同的 因为你走这个 他也可能走这个 他根本就不理你了 这样就吃人家的话 张牙舞爪的太 他说我中间很厚 这是两种风格 但这也不是完全不行 崔正汉呢 你看他稳稳的就震 就说明他判断了 发现这个全局形势呢 黑旗实地好好一点点 对 那么这个好一点点呢 如果白旗对中府 外事的运用非常合理 效率甚至还很高的话呢 全局白旗并不差 这就是他的判断 不然呢 我们的旗友要下这个 我觉得不是坏旗 是 这不是坏旗 也可以这样下 也可以这样下 走这个 那么 陈牙夜酒 脱 脱 这个 对 你走这个呢 他就不好意思走这个 刚才你走那个 他可以 现在不好意思走这个 走这个 他有横顶 都可以考虑 是不是 那边黑旗一手旗 你要把这两个子吃了 也不太现实 对吃不进 当然他也可以跑 这也可以跑 好 实际上是黑旗拖 最拖呢 白旗当然就是把这个吃掉 就是当你对全局形势 胸有成竹 小秋 他是这样啊 现在这个局面很乱 很乱 就线索很多 不是那种千头万绪的旗啊 但是线索还是很多 如果白旗全局形势 他心中有素 就是什么呢 这一代我只要能够欺负你 挤压你 获得一定的利益 然后我再回首 占大厂全局就不差的话呢 就会影响到他的 这个指导思想 对 是不是啊 是 因此我们接着看呢 他一拖就是希望你吃 就是他就吃 因为他说我现实捞到这一点 就可以了 把木先走着 对 他这个吃得很舒服 就要吃劲 但是黑旗看上去也不错 黑旗一叫吃 但是这个就是全世界最大的 对 这个拔简直谁要是以松险来就亏大 白旗一拔 黑旗没活 你当然也不会死啊 如果黑旗一拔的话 白旗这个旗都还没活好 所以这个一定要拔 是 这个拔是双方的 这个眼位的所在地 对 所以非常重要 这个一拔 一定要拔掉 对 这两招呢 是沉耀夜久的 它是 可能是挺 怎么说呢 挺稳的 因为一般的感觉不是这个 对 总是想先把它唬出来 对 因为唬出来反而不见得好 它就长 你里头已经做不出两个眼了 外边这个头 你还得跟着它走 怎么走还是一个问题 这些水很薄 这个地方呢 人家上边已经很厚了 走不动 但你好像几乎只能走这个 对 走这个呢 按照行骑的惯性呢 就很有可能啊 被人在这边呈一个空 一般主要你晒一招又难办 一走它要扎你 你总不能堂堂大九段走这个吧 是不是 这被人家先拍一下 先拍一下 你就没惦记这个 这几 这条 就这黑旗 这个行很难整 很不舒服 是不是 所以呢 陈亚悦他这还别出心裁 他没有下这个虎 我们广大的骑友一看这个行 肯定拿起骑子就是虎 其实我也是 我也想虎 我也想虎 但陈亚悦他有别的想法 可以肩到这来了 所以刚才对于他这两招 我就在想 怎么样来说明他 因为要说呢 一般来说你要肩呢 又是单肩比较好 因为下一个我就跳进去 这一跳进去他会比较难受的 你冲 他会挡住 都过 然后 跳 你只要跳 你跳呢 他先冲你一下 这也很讨厌 冲的时候 如果说你想阻止他脚上做眼 只能退 哇这就外边简直薄的 但是地方已经 已经有问题了 那么你说我要完整一点 那你只能走这个 走这个他一拐 他脚上有眼 是啊 又有木又有眼 又有木有眼 所以本来应该是单肩 单肩呢 白起来好像不好意思了 只好挡住 是不是 不好意思被你跳进来 只好挡住 挡住你再一会 这形状呢 相对是不是完整一点 是吧 但是陈牙19呢 下的是先爬 爬了之后 先这个 那么看到这呢 我当时想 因为白起这个段 看上去很明显 但是被黑起一靠呢 他这个形有点难受 对 那么是不是这个 那就 黑起就长起来 很舒服 这一代固然很大 但是上边一代被白起 被黑起加的时候 现在稍微有点难受 以后可以加他一下 然后如果说白起立下去的话呢 会有些变化 他二路可以拖 拖之类的 有这一类的手法 而且你可以加之前 或者先逼他一下之类的 假如说他很补呢 那就算了 也行 就直接动手也行 但是不管怎么样 王老师我觉得 黑起如果能挺到这个头的话 对他中央这个 潜力的破坏是非常 具有这个 非常厉害的破坏力 因为如果说刚才是 黑起从这儿护出来 被白起长这个 我们很想走到这个地方 反而容易被人家承控 但是这个头一长之后 他这里要再承控 就已经很不现实了 是 本来如果左上角 没有这些问题呢 倒是其实白起啊 因为你这个退 他靠的时候 这个形状 这个退啊 如果这边没有配合 这个退不太好 因为他这儿来一下 已经出现一个鱼形 很不爽 他再一贴 也不能被他扳 你只有弹 他再贴你还只有退 不然这个地方味道不进 那下成这样之后呢 白起落一后手 黑起基本上活了 对 那么这个外事值多少钱 这个不太清楚 所以刚才呢 确实有一个想法 就是直接吃 那么他肯定是顶头 是 然后如果左边 没有什么大问题呢 实际上右边啊 也很大 早上这样 我们来判断形势 白起并不差 就是逼住 那么黑起这代下什么 这个被他爬了 有点受不了 按理说黑起应该是走这个 让白起再把这个飞下来 这里已经形成一个模样了 这里头已经 已经有很多梦想了 不知道是什么 待会怕他唯恐的时候 他再拖你一下 如果你不能搬吃啊 关子也比他便宜一些啊 总之下成这样 白起是充分可下的 问题是左上角 这个家台 有点讨厌 现在也有点讨厌 作为白起的思考方法 就是什么呢 对于这块黑起 白起不要想去吃 他因为也吃不到 但是确实他又没活透 如果我们下棋的时候 纠结于又想吃 又不见得吃得到 他又没有活透 纠结于这一问题啊 拔不出来啊 那就不好 如果你是胸有全局 你知道右边也很大 那么他就会指导 你上边的行企的思想 所以呢 我没有结论 我大概是这样想 所以我就产生一个想法是什么呢 在这个情况下 要不白起就干脆什么都不走 直接走这 直接逼他 这个就是一个很精彩的一个画面 但是我们现在不知道实战怎么下达了 看他们实战 崔德汉的实战是比较凶猛的 哦 他是这个 病一个 哦 这个棋也不错 这个棋 黑棋上面没活透 所以我觉得比刚才可能我们想的这个断也好 这个不好 他这个 崔德汉这一张 因为断了之后 好像吃了这一个子呢 木树并不见大 被人家头长出来 这不舒服 对对对 他病在这里 你这个头跑不出来 你这个沾上的 我依然可以把你罩住 没错 这块棋呢 你如果肯这样去做活 那我太幸福了 这个 太高兴 我赐你一个 你做活吧 这个图就是告诉我们大家 这个人在世上啊 不仅仅是为了活 对 不能光活 要生活 不是活着 这个实在是 太不像话了 这个都没有 这个受不了 这个活了跟死了是一模一样 是 不如死了算了 让他花两手 老师教导我们其实不能这样活了 不能这样活 说到这我就想起 我也再给我们广大的气球交流汇报一下 就是我们大家都喜欢做死活题 以前我聊过这个话题 喜欢做死活题 但是我确实想 跟我们这些非常喜欢做死活题的这些棋 有提一个建议 你做的很多之后啊 有可能会 在这个价值观当中啊 置如一个不太好的东西 就是因为我这个棋两个人做活了嘛 对 而没有升华出来 升华出来的结论是什么 如果能够升华的话 就是像这种 你很巧妙的做死活题的时候 我活了 人家告诉你这个棋 假设白棋这里的这个四周都有棋子 现在这个棋做死活题 应该怎么做 那么你非常高兴 你发现一下 我走这种活了 下边一走又活了 你看两个眼活了 就是要升华出来 发现这种活了 还不如死了算 对 因此呢 我就想给大家 有这么一个建议 就是大翻死活题当中 怎么下 做两个眼就可以活的 你在做这些题的同时 一定要提醒自己 哦 对 还有另一种情况 这种其实活了 跟死了一样 那么还不如死了 那么我在之前 出现这些死活题之前 实战当中 我就要提前有一些安排 我断然不能这样去活 对 就是我这一点 非常想给大家交流 就我们下围棋 如果能够超越死活 来看待盘上的问题的话 你这个棋不长 就非常奇怪了 一定会长 行 我们来看 这招棋好棋 这招棋 我没有这个感觉 但是崔德汉这招 教了我一招 对 确实下得挺好 所以这个时候 就逼迫陈耀叶了 如果陈耀叶再不出招的话 那这块棋 显然面临生死问题 那又不能这样 委屈求全的 对 那怎么办 怎么办 好 接下来 102 黑棋107 这个是必须要拱一下 要争一下 这个形式不太好 我觉得现在这样 形式不太好 就您觉得黑棋 形式不太好 黑棋形式不太乐观 它必须要拱这一下 拱这一下 人家白棋 是不是会不走了 我发现 它拖鲜了 现在 果然 对 哇 吹车还是下的这个 没看错吧 这个我们太高兴了 这招棋太高兴了 靠上去 对 这招棋太高兴了 它还是应该下这个 不温不火 不温不火 慢慢秀整 这是一招 还有呢 这边定型完了 如果它有些能够 增到先手的话 这一招也很好 就这个问题呢 各位旗友 它就暂时放在这了 你不要立刻去拿结论 说我一点就要吃你 是不是 你不要这么着急 因为你点吃你 它 它现在不理你 下的时候只有接上 你只好接上 这墓鼠仙已经亏把 已经亏把了 而且它还有 它一般 对 这等于说 黑鞋是先手读过 在你杀它的时候 对 你杀它的时候 它先手读过 先手关子给你捞掉 这个受不了 围棋盘上呢 如果下到高级阶段 就是我们广大的旗友 当然下到玩玩就行 觉得怎么高兴 怎么来就行 下到高级阶段呢 常常它都是这个局部的问题啊 是它有这个缺陷 但是你盯着它不放 你就错了 对 它需要时间 需要温度 就像熬一锅粥一样 慢慢熬 才熬得出它最纯真的味道 行 我们再就放在这儿 不说了啊 这个时机的把握 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随着看这一状 非常高兴 因为这个明明 应该离它远一点 因为你下一步就是这个 你状这个 就算人家随便用一个 你下一步怎么办呢 你这个下又下不来 这个定又定不住 是吧 因为你这个逼住 如果黑漆走这个的话 这个是非常鲜美的一招 这个非常鲜美 黑漆也可以再拖牵 但是呢 接下来呢 黑漆在这一带 关子就要亏 对 是不是啊 这肯定是要损一点木的 没有办法 这个简直我们太高兴了 一场 靠完了一场 109 走了 没七下了 这个叫一下就断了气了 接不上气 好 这个 哎呦 崔德汉 这个我估计是陈尔也喜欢的 他比较讨厌 你放着不走 对 他走完这个之后呢 回过头来又跳在这里 又跳在这里 他交换一下 有一个好处呢 就是 黑漆本来如果说 没有这两下的话 嗯 黑漆可以加在这儿 嗯 假如说你接上 我可以度过 你铺这个我接上 这是个活的 你铺这个我接上 假如有个炎 也是活的 对对对 但是如果说 白漆走完了这一下呢 嗯 黑漆他现在不能加这个火 嗯 加这个的话 假如说立下去 挡住 嗯 他是个后手 后手 本来这两下 到后来他就走这儿了 真棒 你看这个就是先走不走的 对 他的学问 先走一下还是有关系 让你憋成后手 对对对 是 但是尽管如此呢 由于刚才这一下 一碰 把所有味道碰没有 所以什么时候 该狗带砂锅去碰啊 胡碰啊 什么时候该碰啊 要看 这一碰 简直一下碰到这边 接不上气了 嗯 这个是对我们有利 是吧 那么吹着汉呢 回到了上边 他看这边没气下了 回到了上边 怀了 哎 陈彦也把它做活 11213 还是得接着走 哎呀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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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步调太好了 下一条骑下什么都可以 嗯 我建议他呢 稳健一点 下这个 拆儿 对 凶一点呢 可以考虑走这个 这是很容易想到的事 我再踢 反正我这一班 好像你有点 你有点问题吧 嗯 你随便你走什么吧 我这个搬起来 你没骑走了 嗯 帅步在这一班 你这个就 已经冲进 烦得不得了了 对 啊 你你你就没法走了 所以他仍然要长 我觉得就这样下得可以 连拆儿我还嫌木瘦了一点 我现在把这辆木瘦抠起来 挺横的 就这个意思啊 对 那么下到这一步的时候 是白棋的第114首 嗯 接下来呢 黑骑士会选择拆儿 还是飞起来 还是王老师那个肩呢 我们休息一下 一会儿回来 继续欣赏这盘 今次节的这盘棋呢 是第16届 中韩天元对抗赛 三番棋的第二局 陈耀叶是1比0领先 那 行 我们来看看 我还是想聊一聊这个 再简单聊聊 这个地方故事 刚才大家都知道了 对 在此之前的故事呢 是说全局的形势 黑棋可能是稍好一点点 那么右边呢 就是什么时候应该撞 什么时候应该逼住 我觉得这个问题啊 刚才我就在琢磨 怎么样跟我们的棋友 交代得大家稍微清楚一点啊 呃 模模糊糊的是呢 如果白棋已经有了这一个子 那么下一步呢 他看成我走这个 你就走这个 我走这个 你就走这个 他觉得我不能够熊掌和鱼都得到 他想要都得到的时候 这招棋 假设对方 你规定他只能下这两个招 嗯 那么这会儿就应该撞 他就是说 我要想把两边都得到 呃 那么你如果你走这个 你在 你哪怕就立都可以 嗯 下一步要掏他的棺子 是不是啊 但是现在你没有这个子的时候 能就变成 我走了这一招 是这个熊掌和这个鱼 我必然要得到一个 所以就应该走这个 嗯 当然如果你真的有了这个呢 现在他 他也可以搬这个 有了这个 他也可以搬这个 搬底下了 这个就不一定了 总而言之呢 现在白棋这个撞 是我们非常欢迎的 啊 撞完了 所以 他是刚才这个进程呢 就是给大家介绍的 白棋在上边定型了 定型完了之后 现在回过头来贴这个 贴起来 这就是我们现在要看的故事啊 看他是不是下了这个 这个不一定要 这个太 步子太慢 但是下这个呢 觉得有点不解气 因为待会儿他又有这个牵手 不够紧 不够紧 他下得很紧 他很紧 扳头 白棋扳 黑棋直接就断了 断掉 很好 这个地方出现战火 也可能战斗当中可以 消除它的潜力 白棋下一招 脚持 这个形象就是黑棋比较舒服 我的意见还是这个 如果刚才白棋没有撞 单纯的在这逼住的话 这个棋呢 黑棋一走 白棋再走 我觉得可能白棋还不错 现在呢 这样一看这个形状 觉得白棋艰苦 对 我们 形势对我们有利 爬出来 爬出来 黑棋翻吃在上 翻吃 这个按理说你必须要跑 你一跑他就再跑 待会儿他这个子啊 真子有力 这个子还挺弱用 挺管用 挺管用 对 只要打着这一下就争掉了 那么崔正汉在这一看不行 所以他干脆从这叫吃 要吃 一起接上 对 如果你要提掉呢 在现在这个情况下 不是很适合 对 因为周围白棋人太多了 他一叫吃 你这个不能打结 必须接上 那你眼味还没了 对 陈阳又到这个街上 翻吃 翻吃 想人跑出来对他不利 关家是翻吃完了这 这还是有个断 有个断 所以他得补 在这 对 那这个站都下到这 白棋已经大亏了 这白棋下了半天 不就是走到底下几木 对啊 大亏了 然后这个子还被人家吃了 对 咱就下个最简单的 最简单就把你加死 稍微追求一点 这个 这个也行 而且将来 将来是不是还有这个 你走到他一搬 哦 这个地方还有些小故事 对 行这样是 我觉得是我们非常欢迎的 没错 待会儿差不多定型 我们可以数木了 我觉得应该是还可以 其实上边这一袋白棋 黑棋应该很苦 而且这里的话 刚才王老师给他这里算的木 现在不见得有 不见得有了 对 现在你要加一手才 这个木鼠大概能撑到这一线 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很不容易了 好 我们看 曾阳夜九段 下一招棋 五十 二十 他是靠压的 二十七 靠压 把这个子先吃掉 嗯 这是最后的一招 担起来 最后十的一招 嗯 断 哦 对 有断 好奇 好奇 这个断 断在人家子多的地方 断进去这个子 我是要送死的 嗯 这个断就是很妙的 啊 所以这一下到这种 后半盘的收束的时候 就对陈阳夜特别有信心 哦 觉得 他特别擅长这种地方的定型啊 收束啊 他总是能下出最好的方案 嗯 这是他特别强的地方 白棋这个不好办 嗯 只好退 长 130 黑棋131 打吃一下 白棋132只好长 黑棋可以脱鲜了 嗯 这个子已经吃掉了 全部连上了 那就是左顺角加 或者是怎么着了吧 他先拆了最朴实的B柱 嗯 最朴实的B柱就可以 嗯 如果是最黑的下巴 我们来看看 他是应该加 这样怎么样 加这个的话 现在白棋一定要立 要立下去 然后再拖 拖这个有怎么硬啊 对 因为他不能走这个嘛 嗯 你走这个他一加 对 是不是啊 你你就没得防了 他下午要吃你这个 你只有扣这个 那这个就没法弄了 就他先送你两个刀把武 然后再叫车 你这个只能接 那他也拉回来 全藏过去了 这个就一塌糊涂了 那么这个手段 以及这个变化 告诉我们广大棋有一个 基本道理 就是棋子啊 不是说你人多 就肯定管用的 如果你结构不好 你操作手法不好 你看白棋左上角 刚才我们看 好像十木棋的地方 怎么现在一木棋都没有 眼都没有 就是这个要注意啊 然后我们再来看白棋的 如果一内斑 他的第二个下法 一加就没得动了 因此呢 他看来只好退 单退 单退的话 黑棋 退出来就行了 就长出来 这也很满意 这接下来一长 还爬回去了 对 跳也跳回去了 你还不好防 你不能拐 你拐没用 拐了被一加 拐他待会儿 他现在不加都可以 先走一个 先走一个 现在都可以不走 他直接一加 他又回去了 你脚上的木树也不太多 是不是啊 再看看这个扳怎么样 扳这个的话 黑棋还是跳吗 扳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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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如果你要退 他就咔嚓 他就咔嚓 出问题哦 已经出问题了 因为他从这个缝里冲出来了 是 因此呢 你要吃这个 他就吃这个 然后你提掉 他就把你断了 他就把你断了 嗯 我觉得 看上去 哦 还有一个下方 就是退 拖的 单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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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黑棋也是爬 嗯 也是爬 因为你只要一斑 他就一加嘛 是 是不是啊 这样如果你咬牙斑 把它先切断 哇 这个还可以先切断 哈哈哈 够黑的 嗯 有 比较狠 有 因为这太厚了 是啊 哎 先断了 他让你先没有退路 然后这个地方再慢慢收拾他 慢慢收拾他 因此看上去呢 这个变化可能会出现 就是他斑 你斑的时候 他就吃 嗯 以吃他就算了 他提 就转换了 这样 然后黑棋断了 断 他就吃 算了 接打 黑棋沾上 沾上就算了 嗯 嗯 这样形成一个转换 这个应该黑棋也还可以 对 因为这边太厚 这个拐头 对 你这边无论怎么照的 你都没法把上下的孔都封上 嗯 对 嗯 它是个铁头 其实你知道上面呢 它底下冲一冲 然后上面还能跳进来 这里 行 就这个意思吧 就是说如果要追求一下的话呢 本来是大概可以这样下 是 陈耀月九段呢 选择了单拆二 可能在他的算盘拨弄当中啊 这拆二已经够了 这空已经够了 我们来判断一下 是不是够了 这样呢 将来大概这个加 啊 仍然有 它下一步仍然有 对 当然白棋要防嘛 那这一顶或者一尖就防 防了它先手拆到就行 假设是这样 我们来判断一下形式吧 刚才说到这个地方是 11亩 现在看来差不多就11亩了 因为它已经飞下来了 哎 在这一代是42亩 刚才我们数的是 42亩 那么这一猜增加了 是不是啊 4345亩是肯定有了 4647484950 5152 5354 5556575859 黑旗60亩 旗肯定是有了 白旗呢 这个地方是 1234567891011 12 13 它一班一退 10亩 23 23 如果刚才给它算到20亩 就是43 44454647484950亩不到 现在黑旗盘面10亩 比刚才要多 关键您这20亩好像没有了 对 它这个空还挺难称的 它不知道怎么称 它最简单就飞一个嘛 最朴实的 那么你要补 你得补这个 然后我再加你 然后再加 你刚才那五亩就没了 对 那这个地方的墓是 123 45678910 11 12 13 14 15 16 17 现在要数到20亩就很累了 是 因为它这增加了子力 因此现在应该是 刚才是盘面10亩 现在应该是盘面11亩 对 这个什么也够了 够用就行了 够用就行了 黑旗优势了 现在优势了 原因就在于白旗这个状 就这个状 我觉得它应该慢一拍 逼住 可能是白旗好 行 我们接着往下看 白旗现在在这儿 拖了一下 拖 哎呦 哎呦 那就把它吃了吧 确实 嗯 就是把它吃了 对 就像刚才 陈瑶瑶也拖 崔泽汉就把它吃了一样 就是凡是二路拖 人家能搬进来 把你吃掉的话 局部是吃掉的一方 莫数便宜 嗯 只不过呢 经常有拖的时候 人家不能吃 因为它局部便宜 大局亏了 叫吃 这个应该是接上了吧 我觉得它应该 嗯 是接上了 优势方 这个地方应该不惹事 优势 是吧 接上了 那么白旗接下来 如果说中央 没有什么作为的话 怎么看它的空都不太够 啊 我们看崔泽汉这个地方 这个故事应该怎么讲 是 中间看它有什么 四十四十一 看它会怎么下呢 究竟 四十二 嗯 当然这个关子也很大 对 爬进来 就先冲吧 没冲 它也没有走 四十二 哦 它挖粘 这个 挖粘 嗯 是它应该走 但是话虽如此的话 您不过也就排便十一目 贴了六目半之后 你就赢五目 四目半 四目半啊 银四目半 呃 四目半对 啊 也不少了 对 优势挺大的了 四十五 这个是个先手 白旗四十六 然后鼓得 这个要大 这个必须得走 对 这个走 妈妈糊糊算封上了 对 那这一代有潜力啊 是的 因如此看来 还是不一定 还是不一定 就实地是黑旗肯定领先 但是虚的呢 实的也是领先 虚的就这一代 它还是一个未知数 好 我们也要给陈耀叶加油 不过陈耀叶是非常擅长下这样子 对 他就是擅长拼命往人家空里面一点点钻进去 哦 对 蚕食 是 说它是渗透流 渗透流 它下的这个 45 确实 来 46 47 这一来就够了啊 它这个选点非常好 你这个切不断我 肯定切不断我 那么你要围 你怎么围呢 我们先看这样围怎么样 这样围的话 它这一冲 哇 这真烦人 然后这一断 我想想我断哪边 哈哈 这就断这 没错 这接下来 来期就很难收拾了 很难收拾 这一打一盖也行 一打一咬牙一冲 好像也可以 对 好像也可以 这不行 不能这样围 那么它就这样围 这样围的话 它就一点点往里钻 是跳还是长 把它走一个吧 走一个 走一个就行 那可能 这样一来也不够 因为我们刚才探断的是 它一间它有拾木齐 现在你这增加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这是有拾木齐 但这个地方是拾木齐的 一半都没有 而且这接下来 还是有继续往里充进去 对 还可以 行 它看来是肯定不能围 不能围怎么办呢 46 47 46 47 48 这也是好棋 声东极西 要求反击 要求反击 搞得不好 它这一线下来 您这个连回去没用 它真是可以断 对 它整个把你这个 刚才大跳进来 这个子给切下来 对 48 黑棋 49 拐 这个还是 局面还是很复杂 拐是比较简明的一招 刚才我们还企图要加 是吧 49 50 哎呀 这些棋可惜 现在走不到 这其实走得到 现在好像走不到了 走不到了吗 现在白棋脱纤了吧 这样 走不到 一吃一尝 一冲它一拐 延不上 走不到 算了 49 50 51 成员应该下最简明的棋 50 顶一个 顶 顶 这个是一直想走的 如果黑棋这一块棋 都得以强化 那么白棋就算把它连上 也没关系 连上它可以脚上挡 是吧 它这个下的挺好的 这两部棋都是 加一挡 如果中间待会儿 再补一个的话 黑棋的木可能就长出来了 没有 它主要是下一步 它先打这个 它还先打这个 这女有点晕 是吧 它这个它长 那么这招棋呢 看起来漂亮 顶鼻子 这个我们棋有很好学 凡是对方出现 紧其二指头的地方 往往 这个顶鼻子 都是一个很好的棋 这就是紧其二指头 顶 尽管这个里边死光了 但是它可以借用 51 那么崔哲瀚 应该 52 先把那个冲过 吃 那么下一步再一跳 这好像有死活问题了 黑棋要补齐 51 52 黑棋 53 呦 它先打了 这个白棋不能脱先吗 对 你可以吃那个 我这个一耗不得了 我这一耗这边全部不一样 但那个好像吃的也不太干净 不是很干净 它要吃好像只能跳吧 只能跳一个 因为它这个一般一般 打了结实先手 这一冲一打 这要立下去 团完了立下去 然后一手吃不干净 不是很干净 所以它叫吃 因为这个叫吃本身呢 也不是很好 也不是很舒服 本来最舒服的是吃这个 最舒服吃这个 你这个必须要尝 尝 是吧 必须要尝 但是也差不多了 差不多就这样 没别的了 都是紧得气的 算了 新瓶气和一点 打吃 它如果提掉呢 一会儿还能再打吃 先保留一下吧 53 54 55 要扳 这个 这个扳很细啊 它防人家这个 不知道有没有这些东西 是吧 待会 不知道有没有 所以它干脆先扳掉 一不理呢 它下一步 这个你受不了 再一搂 哎呦 这个就简直一塌糊涂 所以这一则它只有打 刚才我就说了 在要拼胜负 或者劫柴 绝对有利的时候 还可以搬这 就像我们续盘阶段 给大家摆的那个劫一样 但是这个是极其特殊的情况 你要打吃这 还给你做劫 然后吃这 劫柴有利的时候 如果你退缩 当然它便宜了 是 你退缩到这 它就接上 线索搬接了 这个也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紧气二指头的地方 味道就是不好 对 行 55 56 57 那把这个挡上 挡住 白棋 58 咔嚓 所以你看 这个也吓得很凶 嗯 陈耀岳九段 59 接上 接上 60 61 这个也很大 哦 对了 接下来上面立下去 白棋有收气的问题 有收气的问题 这个陈耳岳下得很好 是 陈耀岳九段 在这一代 就做不出什么文章了 所以陈耀岳在这种 细的地方很厉害 很厉害 对 非常厉害 那么白棋 当然现在又把 刚才已经死掉的棋 又把黑棋走的棋 给它走死了 尝出来 黑棋必须要尖 白棋再一走 把这也全部吃掉了 陈耀岳在这 收获也很大 嗯 但是陈耀岳上边 它也有 它的东西 六十四 它唬了一个 先把这一步枪 六十五 这块其实没有活 现在 嗯 对 这一步枪呢 中辅白棋这 基本上就没东西了 它补得特别干净 现在补得这么严实 这儿贴回来 先生 哇 这个太大 这个棋 这棋 大得来吓死人 给大家数一下啊 呃 我们大家如果会 一般的计算呢 就会对于 盘上的棋 的大小 大体上有数 这样就好了 你看它一吃一提 至少它这个 班就是先手 是不是 还不要说这个家了 嗯 至少这个班 就是先手 这样黑棋 在这一线就没木了 对 这只有一木 白棋这有这么多木 啊 可以说是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木 如果你被它一接 那么刚才黑棋这 只有一木棋的地方 变成一二三四五六木 所以它一接 它增加了五木 嗯 白棋减少了多少呢 刚才到这一线有八木 还不要说点了啊 就说最普通的 一走这个 那么下一步 它一打 你有一二三木 它一处进来 你三木全部没有 所以这个地方 白棋只有一木半 八木的地方 只有一木半 就损了六木半 六木半再加上四木 就是十木半 这个棋子就这么大 非常巨大 你很有成就感的 吃了人家五个棋子 好像抓了一堆 还没这个大了 还没这个味道好 这个太大了 所以吹着汉把这个吃掉 打拔了 它是 黑棋立下去 黑棋立下去 这个地方就是一招都不能错了 这个时候王老师 你就在想 他这个收官 能不能先团到这一项 知道它 哦 这个够黑的 如果说他接上 我再立下去 那你就 那就一塌糊涂了 没错 因为你挤一个 他是不是只好走这个 我不知道 他会不会有虎之类的 还是 哦 虎 那倒不一定 不见得 不见得 不太清楚 不太清楚 而且这里头将来你被他一搬一冲 再一搬接 这个关子也很大 嗯 行 相信陈耀业吧 他是立下去 当然他 这个局部肯定是要相信他的气 是吧 他先团掉了一下 白棋 白棋先上面团了一下 这个先团 那么黑棋只好接 他是接在这儿的 由于他那个接是先手 对 因为他待会儿这个接是先手 嗯 哦 对 他不团不行 你走这个 他就点 他被点了 嗯 没错 对 啊 这关子收的来 他团 他一团 黑棋只好接 紧不住气 白棋再挡住 这一招棋必须要混 各位棋 这个点太重要了 他可以保证 这两个都是先手 是 啊 这个点是好棋啊 嗯 74挡 75接上 这两个都是先手 白棋 76团住 黑棋 77挡住 这个太重要了 打掉 好 黑棋 通过这个立下去 一棋子 一整形 这个脚上没棋了 将来你扳他就挡住 你打就接上 没有穿活 啊 全是铁控 升到了先手 把这个跳进去了 这个跳大 下一步要吃 对 呃 是先手 而且这个棋 好像也是 银棋的下法吧 不然冲一个也是可以的 冲这个他挡住 断 断了他 哦 断这个 嗯 我还以为您要直接断到这个 哦 断那个好像也行 是吧 断这个好像 啊 断那个被他打 被他打 啊 有可能差一气 哦 他还要要啊 对 他有可能是这样冲出来 哇 还有可能 有可能正好差一气 因为他冲出来 白棋正好是四气 哦 对对对 黑棋这个地方打到一下呢 他冲不出来是三气 对 哎呀 很紧张 这个中韩天元对抗 现在是我们落后一次 对 假如陈耀岳这盘一取胜的话 我们就打平了 对 啊 而且呢 这个是中国 中国棋手是后来 上升势头 没错 因为陈耀岳呢 他到现在为止下了四届 嗯 他第一届呢 是以2比1战神了江东润 哦 第二届呢 是1比2输给了朴廷环 也是汉国现在排名第一的 嗯 90后的棋手 嗯 那么第三第四届 就是他下的 呃 就是上一届 他是赢了 崔焦翰 上上届 就是上一届 然后这届呢 他又赢啊 对对对 如果又赢的话 他就是3比1领先了 对对对 呃 很好 这个开始渗透 这样一来呢 中辅刚才我们觉得白气非常厚 白花花的一大片的地方 突然发现呢 没多少木 是吧 对 呃 这个尸贴子idad 这就是必须要煎 对对对但刚才这个冲 König 确实可以考虑 冲锻子 就是冲锻那里头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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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你大概是拍金蛍 让我一串就把七里边吃了 你要火呢我就把这么島 continues 这个応吃这个雨 这个 好像对脚上关子也有些作用 行 这样可能 陈妖叶觉得也是已经赢了 83什么地方做一个定型 但是这样刚才 白旗把这两个子吃回去 这里长了好多木 是不是黑旗就已经很优势了呢 我们需要判断一下 我们需要判断 现在陈妖叶下了一个最实会 最早大 这个太大 全盘都找不到比它更大的 对 你如果是走那些 这个比它一尖 主要是你一挡 被它干便宜 你有点不爽 如果你不挡 刚才我们续盘阶段给大家说的 这一代它给你弄一些花招出来 有点烦人 还有大三腿的时候 你怎么挡都是一个问题 这个太大 行 我们看看能不能待会 数一下木数 83 现在当然它就不保留了 拐掉了 84 85 然后把这个拐出 那个也很大 86 黑旗87 这个地方注意 爬一个就行了 这个走这个呢 好像是木数稍薄 稍差一点 所以有些时候要跳 有些时候要爬 就像这个地方 刚才它的爬了尖 我觉得是可以推敲的 是应该单肩 好像 那么还有 有些时候该宽松的逼住 有些时候该紧紧的碰上去 什么时候该走什么 这个就是神仙的说不清楚 这是学问 你很难用语言把它概括的很清楚 是的 像我们执行什么条例一样 工作条例 一条一款都很清楚 很难 对 这个地方呢 是应该爬 什么时候该跳呢 我觉得差不多是这样的时候 哇 你这一跳 前跳着它浑身 它又给你跳起来了 这形状它就崩了 但是在这个时候呢 你一跳 它一冲一走一尖 好像不见得便宜 有叫吃有挤这些 爬一个 它必须要挡 然后你有这个一路搬接就行了 嗯 八十七八十七 这种小地方啊 可能我们的观众朋友当中的一部分 看见这小地方就觉得很乏味了 不如大砍大砂过瘾 但其实这种地方也很好 对 而且这个关子部分 往往是决定一盘棋的胜负的时候 对 有些地方一不小心损出去两幕 这盘棋就输了 我们模模糊糊判断一下吧 说了半天给黑棋唱了这么多战歌 待会一瞬目发现不见得赢 这也很有意思 钱 属黑棋的钱 这张算双方立下 它是胶木 然后搬接先手 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 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十二目 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十七 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十二目 三十二目的是 三十三四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 四二四四四六四八四十九 但是要扣掉两目 四十七 四八四九五十五一五二 五三五四五五五六五七五八 五九六十六一 六二六三六四六十五目 我强一点点 因为这张被他顶过来将来要补一个 六十五目强一点点 白棋如果数到六十目就赢了 数到五十九目 是半目胜数 数到五十八目白棋就输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 这地方姑且算他进不来了 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二三四三六三八四十四十一 输半目是吧 输五十八 但是我们刚才数到五十五的时候 好像这个地方还有一些不太清楚的地方 所以这个棋白棋略适 但是还没有输挺 而且像这个地方 如果搬形势比较危急的时候 有可能会 这个球单有你算是太酷了 有有有有 有可能会不会 因为这个打结如果一旦打输 这是威胁黑棋这块棋死活的 对对对 因此遥想刚才在黑棋这个逼住的时候 我觉得还是先加一下 是不是稳一些 如果跟他交换掉 那就不用说了 那有个都过了差太多了 对行 我们现在看这个棋呢 黑棋优势 但是还没有赢定 刚才这个地方还没有数的 因为这个地方呢 刚才就数到一二三 其实这一代啊 因为黑棋确实白棋厚 所以白棋再增加 一幕棋两幕棋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假如说我们摆个这样 哇那好歹能长出几幕起来 对对对对 是是是 好我们看下一招棋 陈耀叶九段是 斑 试探一下 对 当然那他肯定挡住 他没法退了 关键是 他退还不知道退哪 退到这儿的话又被加进来了 对哈哈 这个例子举得好 依然被加进 邱淡云你的例子举得好 就是有些问题啊 退无可退 对 围棋盘上也有 生活中当然也有 退无可退 你越退越麻烦 你看这个也不行 你退这个也不行啊 可以还是没加 难道你要退到这儿去吗 你说这个还剩棋吗 是吧 这被人家先板起来了 这里 所以这个时候肯定是要 棋打上去了 对对对 因为这个棋本来就是带着鲜手味的 对 很好啊 很好 黑棋接下来怎么收腾 对先叫吃 接上 接上 91 92 然后黑棋93开始搓 这棋是黑棋好 好一点 94 95 一定要搬 搬这个 团住 这个也是必须要顶住 如果它不能断的话 这是不能断吧 断这个的话 这好像不行 它就打完了 打完了 接上 打完了一长就行 这个都不用打 长也行 但长也行 那它就只能团住 这个黑棋稍稍便宜一点点 95 96 黑棋97 冲 这个是线手 白棋98 这个穿向盐 大家都很想穿 有没有啊 好像没有 它冲这个都行 对 所以就这个盖住 白棋一 把小尖 一起把这个沾上 这个也大 这个棋也比看上去大 像这种小地方啊 就我们大家只要掌握了 或者说比较熟练 养成习惯了 掌握了计算的方法就好了 你看这个地方又不知道多少木 其实很好算 你一接 这是一个状态 白棋在这就没有木了 而且将来这个地方可能被你挤掉 它还要补一木 那么如果你被他一吃 把这一招算上去 甚至把这一招吃 它成为线手的可能性也有 我看看 是有的 一冲一打 那这招棋很吓人啊 你看一冲 假如有这一打 它是一二三四五六木以上 对 一吃 你这一接呢 它六木以上没有了 你横着这一个子 一木墙 就是七木以上 再加上这八木 八木棋 这一个子八木棋啊 非常大 吓人啊 对 哎呀 好啊 但是我们要会计算 对 关键在于会算木 对 我强烈的建议我们广大的棋手 在玩围棋的时候 就真是多算胜 如果您比您的对手多算一点点 假如你们水平差不多的话 你的胜率会大大提高 是 大大提高 没错 像关子呢 就是给大家推荐呢 可能你觉得这个时候 到底应该下什么呀 找不着应该下什么 那么计算是刚才王老说一个方面 还有就是你能看到的眼见的木树 你先走 那么基本上来说 不会太背离这个棋局太多 对 那有的时候呢 可能因为水平关系 你看不清中央 中央到底应该怎么输 那么你就先把 比如说二路这种小间 能看到的木树 你先走掉 那也是好的 对 就这个意思吧 有的时候你下了一盘棋 下了很多妙手 甚至你还吃了对方的大龙 这个对方很狡猾 他会算 东便宜点 西便宜点 最后你发现居然没赢 你那个时候不是把你以前的成就感 就自己给耽误了 很失败 很失败 我们可以说吧 在职业高手当中 当然这样的例子就很多了 有的时候我觉得围棋 小球它是这样 它挺残酷的 就作为我们造一个艺术品来说 假如一盘棋是一个艺术品的话 它很残酷是什么呢 总有一方要输嘛 这也很正常没办法总有一方输 但输的这一方呢 就意味着它之前的精彩啊 都像那个很好的文物 很好的艺术品 当成艳品 跨叉一下就给它砸了 因为刚才都没有意义 我以前一个队友就跟我说 他说我前半盘一直都下得挺好的 结果到了后半盘的时候呢 出一勺 这棋就输了 你说这样下棋有什么意思 真痛苦 真觉得 听这棋确实让人挺痛苦的 挺恼火的 那么对于我们大家来说的 要品位的话呢 就请大家务必要掌握这个计算 因为这个是一个捷径 而悄悄我也知道 我们广大企友当中的很多朋友 都不喜欢计算 一个就是一个是物色的计算 还有一个就是叫招法 双方杀在一起的时候 这些计算都不是很喜欢 我只能这样说 如果哪一位愿意往这两种计算方向去努力的话 就是您得到的乐趣一定是翻番的 打着跟头往上边提升 就是乐趣增加很多 你想赢人家 那没办法 这个计算是必须要过的这一关 一个是想赢 还有一个就是增加乐趣 就真是增加乐趣 你看嘛 简简单单的一招棋的定型 您心里清楚便宜了一幕 对方什么都不知道 浑然不觉 十个这样的回合下来 刚才是凭空的棋 您就领先十幕了 那你这种愉悦是难以言表的 是吧 是的 就这个意思吧 这一阶有可能 它的最高线有八幕 但是呢 正常来说呢 大概是五六幕左右 但是球弹云这带来另外一个围棋盘上的趣闻啊 我们说要算出这招棋 它的准确的目数 我看超级计算机都很难达到 反正我是特别不擅长计算这个 对 就是最准确的 最科学的数据 比方说是五右 三十二分之一幕 这一类的数字出来 我觉得超级计算机都很难算出来 就这招棋 李长浩厉害的时候 他就是这样计算的 他说这个其实 多少右 多少分之一 我都很吃惊 这究竟是怎么算出来 我觉得呢 他是这样 这个算是一个趣话 他不见得就有那么准确 但是他这么想的 后来人家问他 他这么说了之后呢 也没有人能博倒他 对 这是另外一个因素 还有一个因素 甭管他是多少分支多少 反正此时此刻他在全盘相对最大这一点呢 我们要相信李长浩他确实做到 是 是不是 要不然他为什么赢那么多半目呢 对 他总是能在那个情况下 你左摆右摆 而且他在读秒的时候 他能选出一个最好的方案 对 这个大家都是左摆右摆 然后验证出来 他内焦最好 这很不容易 对 他内焦最好 至于他是不是就是六右百分之一目 这么准确的数据呢 我觉得 我怀疑 我严重怀疑 因为刚才我就说了嘛 超级计算机能算出来 我都很服 但是我们观众朋友当中 如果有电脑专家 发言玩玩你就乱说 超级计算机能够算出来 对 最早机转确数据 那么我就无话可说了 我很佩服他 但是我觉得这个很难算 因为他设计的因素太多 行 就这个意思 大体上 他这个就是六目到八目 极大的一招 小尖 小尖 202 那么黑棋203 这个是最后的一招 非常后 因为像这种拐和 就是你挡住和他冲一下呢 一般来说有两目的出入 一般来说你看他一冲 你如果要打 这两目没了 你一拐呢 这两目在 所以这个大家很容易养成习惯 这一拐打或者冲一下 总是先收两目 再中复 如果你挡住呢 至少你一收两目 那就等于四目 一收两目 现在一看这个型还不止 应该是下一步有这个吃 是不是啊 还有这个胖 这又增加了 此外呢 涉及到眼位什么时候 他还可以low吃一下 一吃他就接上 还有这些可能 所以这招其实一收两目以上 算起来应该有 五目左右 嗯 由此我在想 如果这盘棋最后白棋输掉 很细输掉的话 可能他就应该先冲掉 先冲掉 应该先冲掉 对 这个冲肯定黑棋了 肯定是先手嘛 必须得应 必须得应 然后你该走什么时候 他在逆收这个的时候 情况跟刚才都略有不同 因为将来你这个走掉 如果这个眼给他挤掉 他这还要补一幕 是 就这个意思 陈亚叶现在拐住 他拐住了 这很厚 203 很厚 白棋 204 这个上边还不补啊 这个有点不好意思了吧 嗯 白棋 204 这个 接上 这个也好算 哎呀 这个也很难 前代给你算 这个多少目 我特别不擅长算目 123 如果说他搬进去的话 那么黑棋的目 这太复杂了 没说算 这个搬进去的话 这时候123 三目 然后这一打的话 这是三分之一目 太困难了 已经晕了 这个大体上 他吃掉是 123 然后这个就写一了 四 四目以上 四目多 四目以上 大概就这样 四目以上 所以我们在收棍子阶段 看这些棋屏 往往就会出现 这个四目左右 四目以上 为什么呢 准确的数字太难 而且呢 有的时候 可能也没有必要 因为你算这个四目以上 另外一个 其实四目的话 那就是这个大嘛 对 是不是 这个倒是挺容易的 他怎么 这个地方 黑棋也不敢打结 因为银棋不需要 大家提到这 对 然后呢 黑棋怎么也不搬 这个先手四目 他就是怕 球单人那个挡住 遭到挡住 嗯 他就跟你拼 这个打结肯定要跟你拼了 因为本来 白棋就不是很妙 像这种地方 好不容易 对到一个机会 我肯定要跟你 对 好好的让你 所以怪不得都没走 所以怪不得都没走 那么白棋把这个接上 他仍然 崔子汉要让 陈耀业表态 黑棋 205 吃一下 吃 接上 也挺大的 要不然人家弯在这 嗯 嗯 对 205 206 黑棋 207 虎一个 虎一个 呃 这个如果不虎的话 哦 不虎的话 它就 一个是吃 直接就把它吃掉 对 吃掉 因为你拱挡住了嘛 嗯 就这也长挺多目的 你吃一斤 你一穿嘛 就再缩 是 所以它就鼓 虎掉 然后 207 仍然不走 白棋 208 收什么了呢 它也没有走 我看208 什么地方像这 来一下 对 冲了一下 我呀 这个 这个 大家看 我们这个命迷茫外的 体谱 现在因为也不是 很着急嘛 所以 呃 它也进入了 观众 我们就 找一下 招法就找一下吧 208 209 白棋 210 单栽 这个没有什么保留了 这是先手两目 如果普通情况下呢 一路搬接是三目 是因为它搬完了 自己增加一目 这是普通情况 现在呢 它没有 它就是单纯的 对 像这种地方呢 黑棋一般都是粘上 如果虎呢 木属是一样 但是 生怕可能会被人家留下一个结材 嗯 对 留下一个以上的结材 但是我在看 这个棋 有一个黑棋 这个轿车是先手 刚才 白棋单棋 它一粒 一段 你总要补一个两目一目 是一样的 是 是一样的 好 一样的 走完了 214 哎呀 这个逆手很大 嗯 这个逆手就是逆手三目 你看 因为黑棋扳接是先手 逆手三目 哦 那看来 这个棋 刚才什么地方 黑棋应该给它扳掉 打 214 接住 215 接住 这个应该打掉了吧 没有 没打 216 黑棋扳这个 217 终于我们看到 终于扳了 他们老不走 因为 因为什么呢 你扳 你走 我就算接上 这个也是 顺收了 三目 不然被白棋一立 不是这三目没了 对 是吧 嗯 当然了 它这个地方呢 就要好一点 这个活了 这个 对 它可以不用补 那个打吃了 所以当然 黑棋最理想的是 搬 它只能退 但是问题是 黑 白棋肯定会打上去 这样我们来说手空 假设这样 接上 看一下是谁赢谁输 假如说这样 谁赢谁输 最后再数一遍啊 还有时间 呃 这个监视先手 这个 呃 一叫持一接上 这可能补一个 也可能不补 差不多挤完了 这边也要补一个 所以它是 12345678910 1112131415 1617181920 22242628 303234353637 3839441424344 4546474849 5515253545555657 这一段还揣着一幕 58 哎呦 可能58 可能58到59 哎 这个棋 白棋还没挺多的 那黑棋 比刚才是不是涨了两幕呢 黑棋 这两可能涨了一点 对 现在白棋 已经58到59了 对 黑棋 必须是66 必须66 这是12 21 2223 2425 2627 2829 3313233 34 就50 这里有一幕啊 哦 50 51 5253 5455 5657 5859 6616263 666667 减两幕 65 很细啊 就是啊 很细啊 早就好像快要不行了 中盘阶段啊 对 现在还是很细 如果陈耀叶在赌秒的情况下 一哆嗦一退 这些还没赢 不见得 哦 确实 好啊 哎 这棋就是这样子 嗯 看起来好像觉得优势很大 嗯 但实际上不是那样子 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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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桑有些东西是无解的 嗯 就是你下了一招棋很大 哎 他下了一招棋比你这个小 好像你就怎么样了啊 但是很怪 你这个棋要是落了后手 要轮着人家下的话 人家又抢了盘上剩下来的一个大点 关键是很敢巧 盘上剩下来的这一点呢 比方说止五幕棋 嗯 这五幕之后就只剩下一幕棋的了 所以你你刚才就算领先他盘面十幕 他抢了一个五幕 你变成领先五幕 剩下来只剩一幕的这棋你还输挺了 对 所以这棋子就是这个样子 嗯 千万一定要小心 你可能一不小心 也没觉得黑棋哪亏了 这棋还真不见得赢 行我们看陈牙叶在这 他也很清楚这一点 终于打上去 哎呦军阀重开战 又开始干了 打吃 又打仗了 打吃 那这个结就成为生死结了 生死结 这个就要看结财了 这结财情况怎么样 提掉 有点觉得让人觉得很恐怖啊 白棋是不是左边要断了 断 224 这个不能不理啊 这个不理他横着一吃 把这个全吃了 对 224 226 提掉 那么黑棋是不是这个地方有一个 这个都不是结啊 这个是结 一个结 啊 这也有结 呦 这个棋没有结财 那他要怎么找结呢 对啊 224 25 26 哦 几个 这个是结 呃 这个如果不要的话 太大 这会打掉 太大 太大 因为这块棋正好是没有生死 那这有两个结财 这还有一点 嗯 然后黑棋提财 对 哇 这个棋最后才决胜负喊 打吃 230 这个可能不要了 哎呦 还要 提掉 230 231 不要不行 231 白棋 232 黑棋 233 加 哎呦 这个成立啊 这个成立啊 那是陈耀叶的胜招 因为我的感觉 要打结就只能是这个了 嗯 哦 对 只能是这个嘛 一提 那这个关节也亏了 他这个成立啊 他走这儿 如果说白棋 提掉 他就 怎么办呢 他长一个 然后他粘上 然后他粘上 让他退回去 他拉回来 嗯 这个你好一下 这个白棋木数有点惨 然后他再回 回过去 再回去 嗯 等于上面就便宜了很多木 全冲进去了 这地方白棋 123456 6木 都没了 都没了 那上边 上面白棋也没多紧不起 没多紧不起 哦 他除非是这样 你家这个要是白棋结才有利 他直接就储进去就完了 那你这个最狂 这个最狂 你最狂 你直接就吃我 但他这儿有一箩筐 结 这地方有一箩筐 呃 白棋别的地方没有结了 对 啊 这个不行 这个是好奇 嗯 哎呀 这个是最紧要关头啊 早出一早奇啊 所以这个早结是很有学问的 那么 也很提前功利的 嗯 这样呢 他特别着急的时候 成交液这有两个结 特别着急的时候 可以扑 扑 再一打吃 一不离他又提过来嘛 特别着急 是 133 134黑棋 135提 哦 而且他打吃的时候 白棋肉我接上 他尝这个还是结 哦 对对对 这比较难受 如果你提这样 我扑这个 这刀其实是真功夫 嗯 漂亮 哎 下得出这刀棋 那在读秒的时候 那是真功夫 厉害 这往往就是 就特别关键的时候 需要你找一个 非常重要的结 嗯 而且你又 不能影响到 自己棋的死活 还关联着的 嗯 这就很不容易 我们最后再看几章啊 134 135提结 白棋 136 只有断这个 黑棋 137 打吃 白棋 提结 138 提结 嗯 黑棋 139 这会儿 沉涯也很舒服了 哎呀 咬牙闯过一个 一道关口啊 下一步就舒服了 不知道他是不是前面 一马平穿 打结的时候 已经看好了 这些材 也可能 也可能啊 现在白棋 黑棋 提结 嗯 44 239 240 21 白棋 22 现在没结了 24 搬这个 这个也是结 黑棋 243 杠柱 243 剃掉 长 24 245 哎呦 越打越大了 越打越大 245 246 黑棋 提结 白棋 248 叫吃 嗯 这会儿黑棋 不离开 脱鲜了 因为这里头啊 还是结 但是这棋很精彩啊 接上了 怕给它留下结彩 哇 这个沧海上天 待会儿 这一袋油脂了 哎 这块鲜也没活啊 是啊 嗯 250 把这个提掉 285 我提掉 来 结果呢 人家这儿给我们表演一招 这棋还没死 几打 251 白棋252 提掉 黑棋253 在这 白棋254 253 254 这个必须要打结吃它 因为这样收关好像不够吧 这明显那个损失太大 对啊 所以白棋 最终还要跟它拼 253 254 这是另一个 呃 陈耀叶 这个棋 哎 他 这个提也是一招 但是他肯定是 他硬住 在这 254 255 白棋256 我可能拼 黑棋257 提 白棋258 要提这个 他肯定不要 对 现在肯定不要 他那个 跟刚才单补回去 插好多目 对 铺一个黑棋提点 258 259 260 提 嗯 这个是假年环节啊 这个千万不要提错了啊 一提这个人家接这个了 不行 最后两招摆给大家看看就行 嗯 259 260 黑棋 黑棋找了一个什么节 黑棋261 有节 黑棋有节 看他 现在白棋提节是吧 嗯 因为您这块没活 261 贴这个就行了 就是这个 哦 就是贴的 这下完了 果然 贴这个就白棋认输了 这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您这块棋 还有一个这个 你这些长鲜手 这些长鲜手 对 这个长鲜手 失掉了 这其戏剧性的说法就是 哎 我发现一个戏剧性的总结啊 续盘阶段在很精彩的战斗当中呢 陈耀叶找劫财 这招劫财损了 嗯 损了之后呢 翠志涵就轻松的放弃了节征 转到全局 全局仍然是平衡的 哪一招期损了呢 就是这个 续盘阶段 黑棋损了 可是你不知道 过了一千年之后 这个棋局发展到最后的时候 这招期啊非常好 因为下一步啊 他成决先 反而起到作用了 是 如果没有这招 可能故事还不一样 嗯 这样呢 前后就扣起来了 对 因此棋盘上有太多 我们说不清楚 我们料不到的事情 对 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那么最后呢 直黑的陈耀叶是 中盘战胜了崔泽翰 以2比0的总成绩呢 是夺得了中韩天元 对抗赛的冠军 也就是赢了 那么这样一来 我们就取得了8比8 打平 嗯 那么明年的天元对抗 哇 那边有意思 到底会怎么样呢 嗯 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好 今天的讲解呢 就到这里 谢谢您收看 再见